欢迎来英语兔做客 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 兔老爹 这次我们来讲一讲 英语DJ音标中的 啊这个音 它是这么发音的 这是一个DJ音标中的短圆音 写作 这个符号 其实就是把小写字母 V倒过来 在剧中书写时 音标一般放在 一头一尾的斜杠里 像这样 以免和字母混淆 发这个音时 舌尖在下牙齿后方 舌头平放 发音靠口腔中后方 发音近似咱们中文普通话里 啊的读音 但是要注意 口心没有那么大 而且要发音短 因为是短圆音 这是英式英语 也就是音音的发音 美音不太一样 等下兔老爹我会提到 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 啊在几个单词中的发音 再来一遍 咱们中国人发这个音 最常见的错误 就是用普通话的 啊来取代它 这样会导致口型过大 有时候发音也会过长 会错误发成 啊这个音 以下是错误读音 请避免 这个啊在老版和新版的DJ音标中是一样的 啊在DJ音标和KK音标中的注音符号相同 但是请注意 啊在音音和美音中的发音并不相同 在美式英语中 这个符号读 啊 它和中央原因 啊的发音部位和舌位可以说是相同的 唯一区别在于是否中读 也就说 在美音中 啊的发音不是在口腔中后方 而是在口腔中间 也就是说比音音靠前 可以说 啊在美音中更靠近我们汉语的 啊而不是啊 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把 啊发成汉语啊这个错误 更要在美音中避免 请听以下单词的发音区别 英式英语 but hat must san tan dan 美式英语 but hat must san tan dan 正是因为啊在英美音中读法不同 而一般老师和教材只讨论其中一种读法 而且因为它和啊听上去很像 所以导致很多人在这个音上感到非常混乱 再多说一句 在美式英语中 啊和啊的发音 一般不做明显的口形舌位区分 它们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发音轻重上 啊只出现在中读音节中 而啊只出现在轻读音节中 比如美音中的custom这个词 cust是中读音节 tm是轻读音节 所以cust的u是a中读 tm的o是a轻读 custom 如果错误地把a和a互换位置 也就是轻重颠倒 就会读成custom 这样就错了 好的啊这个音我们就讲到这里 你觉得这个音难发吗 是否还有疑问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吐老爹 而如果你觉得音语图有用的话呢 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 点赞转发评论 十分感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评